而今天指数又是震荡的一天 我们在早上9点37分提醒资金流露芯片低空经济 指数稳中求进 最差的情况都是稳 都是稳震荡准备进攻 今天震荡一整天盘中拉伸 以为要起来追涨的和盘中打下去以为要走坏的 都犯错了 市场震荡一整天 我们是不是完全符合我们的盘前的一个预期 当然我们是通过观察资金的一个动向 我们在9点37分把答案给大家输出处 当然现在行情很活跃 有些时候下午呢 偶尔会变化就变成大涨 指数这边呢 我们从技术角度给大家梳理一下 横向盘振两天了 目前短期均线呢 在往上黑线呢 指数上阵也收在短期均线上方 MACD的零轴上方的话 快卖两线粘合 而看似是要做死差 但其实不一定 在死差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因为这一次的话 MACD的死差粘合 联合的太快了 它运动方式太着急了 所以的话在走 在真正的往下运行之前 很可能会有反复的打开的动作 这些是上证指数 然后我们看看平均股价 上证指数 门面 平均股价 全市场的真实状态 而平均股价这边呢 我们看今天其实是什么 是放周五大涨之后 把市场的拉回到收复了调整幅度的大半收复了 这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我们当时在这个周五跟大家讲的还有印象吗 我们说对吧 一口气涨一千个点 那回调一口气调四五百个点 合理啊 那你一口气调四五百个点 那我再应激新的你反了个两三百个点 过分吗 一点不过分 对不对 所以的话我们让大家在共振50%支撑位的时候 不要去恐慌 当然当时很可笑啊 当时有些号称自己这个客观的理性的啊 标榜自己的这种典型的研究 谈论这种马后炮的这种分析 是我们说谈论是最典型的 长之前注意啊 长之后诸葛亮的 踏空行情 调到底部又看空 底部不知道建仓 上张等回调等不到 好了 一等到买进去的时候 回答50%又看空了 你研究成了 你到底家里有多少矿可够你赔 所以在这里呢 大量研究马后炮技术的人开始畅空之后呢 我们提醒大家 市场之力其实已经稳了啊 现在市场拉回来呢 拉回到复合黄金分割位的时候 站住了 昨天和今天呢 连起来呢 是连续两天的一个调整 MACD呢 平均股价这边呢 其实已经清新开口向上了 打开了 上阵指数很可能也会演化成这种状态 上阵指数也有机会演化成这种状态 连续连阳三天成交略微萎缩 但其实就 涨一天调整两天 连续两天调整没有掉下来 我觉得方向还是比较清晰的 包括目前短期均线 其实也在往上走 也在往上提供向上的支撑啊 目前仅有震荡指标表现的不是特别好 但目前这个位置呢 只要有增量啊 可以脱离震荡啊 所以目前的话 平均股价来看的话 还是震荡偏多啊 还是整理震荡 对啊 酝酿进攻为主 我认为还是酝酿进攻为主啊 这个地方如果说打到了上不去 承受左边巨大压力情况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上不去的话 那你就直接就被砸下来了呀 并没有被砸下来 在震荡啊 所以我认为震荡到最后 会酝酿成向上的一个发力 因为现在时间周期上面了嘛 震荡刚刚从上面往下调 那会不会用震荡 把它的调整时间窗口 直接给它熬过去再进攻呢 还是直接马上就进攻呢 这种细节我不猜啊 我也不在乎啊 市场早一天涨晚一天涨 只要涨上来 我有钱赚就行了 什么都想知道 什么波动都想吃的 到最后都是亏的一无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啊 赚钱的股民 肯定是理解两个字的叫舍得 芯片板块呢 虽然说今天板块指数高位啊 窄幅度的横向整理 为后续的进攻做铺垫啊 但芯片里面的涨停板 还是有两位数的啊 十五十六七只涨停板啊 十六七只涨停板 低空经济啊 也是有十三四个涨停板啊 涨停板数量都还是非常多啊 好所以呢 总结啊 到目前为止 从资金这一边来看的话 市场没有任何问题啊 仍旧是一个上升过程之中的 一个叙事待发啊 近代市场向上发力就行了 目前没有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啊 题材非常活跃了 大家在题材非常活跃的时候 在追涨杀跌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冷静一点啊 特别是在九月份到十月初 没有赚钱的股民啊 现在题材很热 大家看到刺激皮肤的个股 和大牛股和连板个股啊 但我说句实在的 你连指数你都做不好 你个股真的能做好吗 所以大家如果在个股里面赚到钱了 你要考清楚这钱是运气还是实力啊 不要靠运气赚的钱 最后凭实力几倍的还回去就不合算了啊 那么运气赚到的钱呢 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一个实力 给它捏住啊 给它保存住啊 等到下一次真正大的机会来的时候呢 再给它进一步的放大 好吧 以上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上午我们会免费分享资金流项 帮助大家把握住上涨行情中的最佳赛道 并且会实施解读市场技术变化 想参与上午直播的 在抖音搜索技术派达芬奇 私信流号等助理邀请进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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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